接下来这次新闻 我们首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位超级学霸 他来自显赫的家庭 他的背景 他的履历铺展开来 不知让多少的男神相形失色 不知让多少的少女轻木迷恋 首先他出身名门望族 他爷爷是开国元老 他的大伯是现任国家领导 他的父母都是国内举足轻重的大腕 再来他聪慧过人 他是新加坡有史以来最优秀的牛津大学毕业生 他在牛津的哲学政治经济系 以全系第一名本科毕业 后来攻读硕士博士 也是成绩耀眼夺目名列前 毛绕他还在斯坦福大学 跟随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钻研学问 那听了那么多 可能你会以为说这样的人应该是个书呆子吧 不是 他同时也是世界英语辩论圈的风云人物 滔滔雄辩 曾经斩获世界大专英语辩论赛最佳的辩手奖 也曾经担任试辩赛的独立评委 以及牛津和斯坦福大学的辩论队教练 这位大家口中能够念书又懂得奖的男神 就是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的孙子 现任新加坡总理的侄子 李家的二公子 李显阳的长子李省武 那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呢 他将会在明年任职牛津大学的助理教授 那为什么我们突然提起李省武这号人物呢 刚刚大家也看到今晚的新周晚报封面 失诚控告李显阳长子 没错 新加坡总检察署入禀高等法院 控告李省武藐视法庭 李省武说他是不会返回新加坡面对审讯的 但是他会透过新加坡的法律代理人为自己辩护 下时间可能很多朋友会感到有点惊讶 为什么新加坡政府突然要控告李光耀的孙子呢 但要是你早前有关注新加坡第一家族的风波 那么稍微想一下 大概就猜到这个事情其实并不突然 是的 话说早前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弟妹 就为了老房子等等的问题火力全开 那李省武在7月15号的时候 就在念此书表达了一些他的看法 综合外界的报道 他当时候转载了美国华尔街日报 有一篇关于故居纷争的报道 而且留言说 这篇报道为政治危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概述 他还特别写说 新加坡政府热衷诉讼 而且拥有一个容易摆布的法庭体系 而新加坡总检察署就认为 李省武的这个贴文呢 是对新加坡司法制度极其严重 而且毫无根据的攻击 而构成了藐视法庭罪 他们认为李省武的意思 写那段话的意思 就是说新加坡的司法不独立 法官法庭全部任由政府来摆布 那你作为李光耀的孙子 你讲出这样的话是很容易煽动群众的 所以他们要求李省武必须公开道歉 要签那个道歉信保证书 保证下部为例 同时要把这个道歉跟保证书贴在社交媒体 公告天下让大家看 李省武就认为自己没有错 他不依于是总检察署只好选择 把他告上法庭 那李省武又怎么说呢 他其实反驳说 新加坡官方是在断章取义误解了他的意思 他是拿新加坡和其他国家的法律来做比较 相对来说 在美国你要控告媒体诽谤 没有那么容易 可是在新加坡目前的司法架构 司法系统之下 政府如果要控告别人 特别是控告媒体诽谤的话 政府可是占据优势的那一方 而当国际媒体想报道新加坡新闻的时候 基于以上所说的原因 当然就会某个程度上受到限制 他是说新加坡司法有这么样的特征 可是从来没说政府操纵司法 操纵法官 操纵法庭啊 他觉得自己很是冤枉 而解释了